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3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一節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台灣人寫的 台灣的主張跟我們所提倡的東西有相類似的地方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香港人對於和平的追求 相當之強烈 追求和平 沒錯 我們其實也 非常之 愛好和平 有誰不想用和平方法 解決紛爭呢 但是 你用和平的方式 如果你被對方 看穿了 你其實是無力反擊 不好意思 這個 並不是 真正的和平 這個是虛假的和平 這個並不是和平 這個是單方面 向對方下跪 所以 中共和俄羅斯這些 邪惡的政權 他看準了 一些人 不敢反抗他 一些人 可能真的希望和平 所以 他乘機 偷換概念 台灣也是相同的情況 他叫台灣人愛好和平 不要對抗中國共產黨 實際上 他就是在勸 台灣 氣骸投降 換句話說 其實中共和俄羅斯 最害怕的就是你們的戰鬥力 他不會因為你放下武器 跟他說和平 跟他說妥協 他就會對你仁慈 你越是沒有武器 他對你越殘忍 你越是有足夠的武器 他越是需要和平 談判 這個真的很可惜 這個就是世界的客觀現實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我們之前已經跟大家詳細講了支持六部曲的內容 不詳細重複 請大家 做最重要最重要的事項 最重要的事項 就是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打開我們沒有被黃標的節目 無限烈播放 手動點擊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記得按閃電鍵 其他 內容大家也記得了 這個觀點 標題叫做想反戰 問號 先備戰 感嘆好 只有全民皆兵 才能夠追求和平 我們整天好像說軍事 整天好像 想打仗 其實我們根本不是想打仗 我們根本 就是想我們全部人 拿起武器 全部人拿起武器 不是要去打仗 全部人拿起武器 使得對方率先放棄使用武力 這個是最佳 使用武器的辦法 使得來侵犯的人 支難而退 烏克蘭面對著超級強國俄羅斯入侵 奮勇抗戰的精神 引起全球觸目 各種軍事的援助 民生物資 資源源源不絕 送去烏克蘭這個地方 遠在半個地球以外的台灣 亦都延起了全民皆兵的討論 各種打著追求和平的口號 摘爛受害者的聲音 亦都出現在 某些媒體和社交平台 此時而非 讓人不敢恭維 大內宣是如出一切的 在台灣的大內宣 亦都 烏克蘭 活克扎蓮斯基 將俄羅斯入侵 這個就是 正當化 幫他講說話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任何人在這些時候 幫俄羅斯講說話 一定 他的根據 就是這些文宣來的 全部都是共產黨的文宣 到底是基於甚麼原因 要跟共產黨相同的說話呢 當然啦 有兩種原因 第一 你就是共諜 第二 你就是很天真 天真過天真嬌 相信他們說的話就是有證據 西方世界跟你說甚麼呢 你都說是無證無據 你是不是真的那麼天真呢 這個我們是極度懷疑 再退一萬步 不過也不要退一萬步 你每次幫這些人講說話 你就是在做幫兇 我們回到文章 某些人說 烏克蘭全民皆兵 雖然 延緩了攻擊的速度 卻也造成平民區 成為敵軍 合法的攻擊目標 這種 根本就是邏輯不通 不知所云 如果全民皆兵 構成合法攻擊平民 那麼俄羅斯 為何要 一再否認他們有商及平民呢 這個正正反駁了 就是我們所說的那種論調 這種論調不是我想抽水 這種論調正正就是龔小夏所說的論調 這些我們絕對 是不會同意的 全民皆兵 以及你去攻擊 擺明是手無寸鐵的平民 是徹底的兩回事 你這個時候還要幫俄軍的戰爭罪行說話 你就是毫無人性 這個是原則和底線的問題 不會因為 你是哪個人 你在做甚麼事 我們就會放過你 因為你說的話 跟共匪是沒有分別 簡直是俄匪 無論你基於甚麼原因 基於你的天真難慢 還是基於你的無恥 你說的話 我們就會追擊到底 俄羅斯 一再否定他們攻擊平民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人家全民皆兵 你也沒有權攻擊平民 你也沒有權攻擊平民 不要說一些垃圾廢話 最多 就是台灣那些藍絲 藍營那些契弟 專門講上述的言論 剛好 又有某人又講相同的說話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俄羅斯一再否認他們有攻擊平民 還有為甚麼 要將烏克蘭平民的死傷 說是烏割的政府軍所為呢 為甚麼要將責任 推下去被北約呢 原因就是因為你做的這件事 無論任何情況 情況之下都是戰爭罪行 都是不合法的嘛 偏偏 有些 假裝站在民主自由這邊的世界的人 跟你說 俄羅斯值得同情 到底你是 發生了甚麼事呢 你是不是發燒呢 你是不是吃錯了藥呢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言論呢 你的言論已經是 去到 違反道德底線 火車站的平民 跟他有沒有參軍 有甚麼關係呢 平民中槍 然後你說他全民皆兵 你有甚麼證據顯示他是戰鬥人員 請問 到底 烏克蘭還有多少 留在現場的是平民 你有沒有數據的請問 你憑甚麼 說人家 主張全民皆兵 成為了俄羅斯可以屠殺 人民的藉口 坦白說 一講這個話題我們就著火了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香港的問題 這是人類道德底線的問題 這是反人類罪行來的 幫任何人幫反人類罪行 說說話 你也是魔鬼 反對全民皆兵的人就說抵抗會導致死傷慘狀 說這些說話的人 對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的所作所為 未免太過無知 不抵抗 投降中共的國軍將領 紛紛遭到批鬥 投降的國軍 被丟去韓戰當成炮灰 唾棄了內戰 迎接共軍的平民 遇到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整肅 還發生了 就是鎮壓 再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造成2000萬的人口 非正常死亡 所以對著中國共產黨 投降就會和平 這種說話 絕對是極度不負責任 台灣這個觀點正正就是我們一直以來講的東西 你向中共投降 被殺死的人 是不是你去負責呢 主張 把 和平說到 高高在上的人 從來都沒有說過要負責 又說到自己高高在上的人 從來 都沒有去香港 身體力行 執行 他口中所說的和平抗爭 最好笑的就是他們不停批評對抗的人 又說 對抗的人就沒有去對抗 用回同樣的道理 你主張和平的 你自己也必須要買張飛機票 回去香港 貫徹你的和平 的舉動 你才有資格 去批評 主張 不止和平對抗的人 為甚麼沒有實行他的主張 這個不會因為你主張和平 你的道德比其他人高的 真真正正如果你問我 怎樣才算 對香港人負責 這個應該是答案 真真正正你要有道德的話 不是你主張和平還是不和平 而是你有沒有真的 對香港有一個承擔 對香港人 負上責任 所以台灣這篇文章正好說了相同的事 你不是主張台灣人民跪下 這就叫做對台灣人民負責 台灣人民 所謂和平統一 如果台灣接著受到打壓 受到防疫 用防疫的遺名 進行政治打壓 迫害 不正常死亡 是不是你主張和平 投降的人負責呢 到時你又要怎樣去負責任呢 我們今天所以 並不是只是香港有這樣的主張 各位 不是只是我們有這樣的主張 是全世界 面對著中共和俄羅斯的威脅 必須要有相同的主張 獨裁者 只會聽到一種聲音 所有人民的聲音他都不會聽 他只會聽到飛機大炮的聲音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裏